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房车里边装的暖气系统 然后我选择的是燃烧柴油的暖气系统 而且我装了两套 然后今天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为什么选择柴油的暖气系统 而且我为什么要装两套 然后还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就是除了柴油的暖气系统 房车还能装什么其他的暖气系统 然后这些其他的暖气系统的利弊给大家介绍一下 而且我觉得大家最好是耐心的把这期看完 因为这些暖气系统在安装的时候和使用的时候 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 然后我也是研究了很久 才完成了我这个暖气系统 然后我就是我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有一套是装在了底盘底下 这个因为我的底盘护板把这个封住了看不见 然后我就甘说吧 或者一会我画个图给你们看一下 我详细介绍一下 然后还有一套是装在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后箱里面 然后我里边也装了东西也看不见 然后以后我也是连画图再解说 给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有点犯鼻炎 然后外边天气有一点凉 然后咱们坐在车里边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今天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 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啊 首先如果我们要在车里加装暖气系统 其实它有几个种类 第一呢就是电加热的 电热 然后第二呢就是燃气 然后第三呢就是燃油 然后这个三种 我们展开说一下它的利弊 还有我们就是 根据不同的车 还有不同的情况吧 试用哪一种 然后第一种电热呢 我们先展开说一下 电热就是很简单 就是通过我们房车的锂电池 然后加一个电热的暖气 这个很常见 就像我们用的小太阳呀 或者电热那种暖风机 但是那种呢 装的很少 因为我们房车的锂电池 它不管是容量再大 然后装一个这种几千瓦的 这种电热的暖气 它功率都非常大 估计电池是扛不住 就是你开整夜的话 所以说这个我是果断没有选择 这个就不说了 它耗电量非常大 然后第二呢燃气的 燃气的可以着重说一下 燃气的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个液化气罐 就是家里边就是用的那种煤气嘛 就是一个油化气罐装在车里 然后接出来 然后接到这个燃气的炉子上面 这种呢 其实是很多房车会选择这种 这种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燃烧效率很高 它的加热效率也很高 然后它的缺点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相对来说 排放会排放的 不好意思啊 鼻眼脑子有点乱 它的排放污染会小一点 然后它的声音 就是它的噪音会小一点 这个一会儿我在对比燃油的说 现在我不说它为什么 就是它的排放污染 还有噪音的事先不说 这是它的优点 然后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缺点就是你要储备一个大的煤气罐放在车里 就是液化气罐 我为什么没选择这种呢 是因为我们这种我们这辆房车是属于紧凑型房车吧 就是它的空间是比较小 然后我们把大多数的空间还都是利用在了储物的这个我们自己用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方液化气罐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也当时我也放弃了 然后最后选择了就是燃油的燃油的这个暖气系统 然后燃油暖气系统呢 又分为水暖和风暖两种 然后我是风暖跟水暖各装了一个我装了两台 然后我我着重就说一下这个燃油的吧 风暖跟水暖的区别 然后我为什么要装两台 然后装的注意事项等等等等 首先这个燃油暖气 它也分为汽油版和柴油版 我们的车是柴油车 就是装暖气的话 直接从油箱里边抽油 就可以实现就是不用背这个副油箱 或者单柱装油壶给它供油 所以我就选择了柴油版的 如果大家是汽油车的话 也有汽油版的可以选择 然后它水暖和风暖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这个要着重的说一下 那你等我一会好不好 吃个架子吧胳膊好酸 行 那我们先说一下水暖机的工作原理 和它的优点缺点吧 这个水暖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这个水暖机就是刚才我拍的 装在我底盘下边的那台机器 那台机器是这个车出厂的时候选配的 它是一个德国的韦伯斯通的拆暖机 它的品质挺好 价格也挺高的 大概如果我们在外边买的话 大概是在6000多块钱吧 这么一个价格 然后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它首先它一个机器里边有一个燃烧室 然后从我们车的油箱里边通过一个油泵 直接把柴油抽抽进去 抽到那个燃烧室里边 然后燃烧 燃烧之后呢 然后它是连到我们车的冷却液 就是给冷却液加热 就是加热以后再把热风吹出来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是其实就像我们原车带的那种暖风机一样 就是这个冷却液热了之后 然后它有一个散热片 散热片后边有个风扇 然后把这个热风吹出来 是这么一个原理 然后呢 它不仅仅是可以给这个出暖风 它还可以给我们的冷却液加热 这个很关键 就是我们在很冷的地方 尤其是柴油车 就是凉车时候不好着 我们提前打开这个柴暖机 就可以给我们的冷却液预热 然后预热好了 着车是非常的容易 然后呢 它在我现在坐的 坐底下 它也有一组 就是水循环的这种散热片 然后把它烧 它是两边同时烧的 烧热了之后 这块也可以出热风 前面也可以出热风 然后我们车里边的热水器 就是我们洗澡的热水啊 也是通过它来加热的 这个很快很快 只要是开开 当时就出热水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 太好了 我觉得 因为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多 第一又能出热风 第二又能给车预热 第三又能出热水 然后又能从车里边直接抽柴油出去 又不用加额外的燃料储备 然后我就果断了选择这种 当时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啊 但是后来呢 因为我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嘛 然后有一次我跟那个欢姐吵架 我去离家出走 我开着房车 自己去沙漠 在新疆 那天晚上特别的冷 零下二十多度 我想没问题 我沙漠一睡 然后暖风气一开 冷风气一开 离家出走几天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 这种水暖机的热效率不高 为什么啊 因为这个加热 加热冷却液 只能给它加热到大概是八十度左右 只能给它加热到八十度左右 而且呢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液体的比热容 是非常非常那个 咱说非常大的 而且它的都存在于 这些冷却液都存在于散热片里边 然后外边的温度非常低 然后水在散热片里边 它散热非常的快 然后这个机器就要不停的给水加热 加热到八十度 它就自动停 然后一会儿呢 水温又下来了 它又要加热 非常的 第一是挺费油的 挺费油的 因为它要水凉就要加热 水凉就要加热 你开一宿 然后一直在 一直在循环这个过程 然后第二呢 它的热效率其实并不高 因为最热最热 就是把它加热到八十度 八十度 然后 然后后边一个小小小小风扇往外吹 就是吹这个散热片 这个八十度的水吧 就这样 它的热效率其实不高 因为我其实我们在零下 什么五六度这种都测试过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好 但是到零下二十度的话 它不行 半夜 半夜就会被冻醒 而且明显的 它的能耗是有点高的 所以通过那次离家出走之后 我就果断的又加装了一台 风暖机 这个风暖机就是 你看啊 我这块有一个夹着口 它的肩膀 不管它 先不挪了 这有一个出风口 我刚才也就是拍了 我把它装在了后边的那个储物箱里边 这个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其实它的工作原理跟那个 风暖机的 那个水暖机的差不多 它也是从油箱里边 有个油泵 我还抽油 抽到它这个机器的燃烧室里边 但是它没有任何水循环 就是它的燃烧室里边 燃烧了之后 热了之后 它一个风扇 直接把这个燃烧室里边的热风吹出来 这个热效率就非常高了 因为它不像那种水循环的 只能把液体加热到80度往外吹 它那个是燃烧室这样往外吹 那个燃烧室的温度 我具体不知道啊 但是那个燃烧的 燃烧的时候 它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热的 因为因为据说装的时候 它那个那个那个人 那个工作人员说 让我小心点 他们测试过 就是把那放一鸡蛋 一会儿就能靠熟了 而且我们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 就是我们零下20度 睡觉都不敢开到最高档 它最高档热的受不了 我们只能说开成低档这样 也也也能说外边零下20度 车里边能达到零上20度 就是能达到这么好的一个热效率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它的效率问题 效率问题 而且哦 对 它的那个油耗也非常低 因为它不用一直就是加热 那个水循环 凉了加热 凉了加热 它就是燃烧时热风吹过来 就是一直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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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然后它的油耗 我们经过实际测试 在每小时 0.2至0.5升柴油 非常非常省了 真的是非常省了 这个0.2至0.5 就是取决于你开的 它的那个档位嘛 档位的大小 然后它的热效率 要比这个高的多 但是这个这种暖风味也没拆啊 然后我想就是说 把它俩作为一个 就因为它俩其实作用是不一样的 作用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俩也能 作为备用机使用吧 万一就是那台 那台暖气真的坏了的话 这台暖气还能 还能顶一下什么的 不至于说 就是外边冰天雪地特别冷 然后在里边冻的受不了什么的 这是一个 然后我说说它俩的 它俩的这个 这个 这个油缺点吧 总结一下它俩的油缺点啊 刚才说过了 水暖气的优点 就是它的功能非常多 又能给车预热 又能烧热水 又能出热风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安全性比较好 这个安全性是什么意思啊 听我详细的说 就是它的燃烧室 其实我是放在了车外 车底盘上 它的燃烧的废气啊 跟什么什么的 它不会进到车里边 进到车里边的热风 只是它加热的水 在散热片里边 由那个风机给吹出来 这不会产生任何的废气 什么什么的 即便它除了什么燃烧不充分啊 等等等 那些都在车外解决了 即便它坏了 也是在车外 不会影响到车内 然后这种燃 燃气的 就有一点点危险了 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也给我说 这个东西其实一定要注意 就是大家知道所有的大货车 其实都会装这种东西 因为大货车司机会在车里边睡觉 然后到冷的地方 他们都会开开这种拆暖机 就是有好多这种 出过好多这种事故的案例吧 就是很凄惨 不在这具体形容啊 因为它燃烧出了问题 会产生一氧化碳 这个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 大家想象多可怕 也就知道睡着了之后出一氧化碳 这个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这个的危险 所以呢 我们装了一台 在这块 在这块装了一台一氧化碳的警报器 而且这个一氧化碳的警报器 经过我们实际测试有效 这个就是那个一氧化碳的警报器 然后出风口是在这块 然后出来以后 它离这个出风口很近 就是装在了这个位置 一个一氧化碳的警报器 一氧化碳浓度稍微增加一点 它会嗶嗶嗶嗶那种 这种风鸣声啊会提醒 然后然后经过我的研究啊 就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就是有一氧化碳进来 它有几个 它有几个几个几个原因吧 会导致它出现就是产生一氧化碳 第一 就是我大概说一下它的原理啊 它就是这么一台机器 有这么一台机器 里边有个燃烧室 然后抽油进来 在里边燃烧 然后它的燃烧室里边 有一组进气 一组排气 这一组进气和排气都是在车外的 都是在车外 就是进气也是从车外抽 然后排气也是排到车外 然后它还有一组进排气 是在车内的 就是燃烧室燃烧了之后 它抽空气进来一个风扇 然后通就是通过吹这个燃烧室 在油在排风出来 这个就是排出来的热风啊 大家记住它有两组进排气 然后就燃烧室那个进排气 这个东西啊 在安装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如果安装不当的话 很危险啊 首先我说一下啊 它肯定是这个进排气都在车底 如果这个排气 把它做的位置不太好 它没有就是有效的排到就是车外 如果是在底盘底下排的话 它会把这些废气全部积聚在底盘下边 然后呢 如果我们的底盘有密封不好的地方 它会从底盘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车厢里边 这时候会产生氧化碳进入车内 然后第二呢 就是如果我们在下边做的 它的排气口跟进气口离得有点近 这样也是非常可怕 就是排出来的气又被吸进来一部分 这样的话会产生氧化碳进入车内 然后第三呢 就是它的就是它的燃烧不好的话 也会出现氧化碳 呃这个最常见的地方是在于 我们上到高原 我们上到高原的时候 上到高原它明显会有氧气吸泊 氧气吸泊它的燃烧就是必然不充分 这个时候会产生就是燃烧不充分的废气 然后我当时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所以安装的时候 这个商家说啊 这个是高原版 这个是特殊的高原版里边有 呃他他说他据他说啊 里边是有这种针对高原的这种监测的这种呃探头吧 就是他会根据这个呃氧气的变化来调整它的喷油量啊 我们也实际测试了 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在最高在海拔4600米的时候使用过 没有出现问题 所以说这个还是相对来说还可以靠谱一点 但是一定要配合一氧化碳警报器使用 如果是不装一氧化碳警报器 这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用 千万不要用 这个是非常大的安全问题啊 然后燃油这个燃油这个 呃我大概就是说的差不多了吧 然后我说他他的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噪音比较大 他的噪音来自来自两部分 第一是他燃烧是燃烧的就是那种呼呼呼呼呼呼呼 对那个声音这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噪音 第二个噪音呢就是他的除风口吹气 就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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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油泵的声音 他的油泵是是大大大大大 这样一下一下的来抽油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燃气的那种就没有油泵 就不会就不会有油泵哒哒哒的那种响声 这个这个响声就特别像什么呢 就像我特别有印象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那个那个挂钟挂在墙上 然后他的那个秒针的摆动的响声就是哒哒哒哒 这样响 就是如果你不注意他还好你睡觉时候不注意他还好你完全可以忽略他 但是一旦你睡觉的时候听到了他这个东西这个声音在脑子里是挥之不去的 就一直听着他哒哒哒哒哒哒的这样响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缺点吧就是油泵的噪音就是那种有规律的那种哒哒哒哒 然后第四然后第三的就是他排放出来的那个那个尾气就是排排出来的那个气体 它是有味道的就是燃烧柴油排出来的那种气体 如果说你停在什么防射营地呀或者或者人多的那种停车场 你要整夜开着他使用的话他排出来的气体还是对他的味道啊 还有这个反正味味味道确实是不太好 然后里边的可能有害气体也比较多吧 这个这个是一个弊端啊 然后如果说 呃如果说这个这个 车里边空间够的话车里边空间够的话 其实选择一个燃气的那种燃烟化器的装一个烟化器罐 那种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啊 呃然后第然后最后我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弄明白他的原理啊 就是而且安装的时候 就是我说过这些以后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让安装师傅注意 就是他的排气还有进气 然后还有他的什么隔热呀 这些东西一定要做好 因为他的温度是很高的啊 不要不要就是他那个出风口那块 还有就是他的排气进气那块都是非常热的 不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不要选择特别便宜 就是几百块钱那种 因为我我有一个呃大货车司机的朋友吧 他就装过一个就是连买连买这个设备带安装 一共好像花了五百块钱啊 然后用了几天就坏了这个也是很麻烦 大家还是选择一个就是品牌稍微正规一点 然后这种稍微好一点的装上去 然后最后还有什么说的吗 就是 嗯就是什么就是 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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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秒钟啊 哦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就是 我这个这台暖风机出现过一次罢工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在零下二十度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看过我们之前的视频的朋友知道 我们在海拔四千多的石曲线的时候 那时候晚上是零下二十多度 然后当地加不到负三十五的汽油 我只能被 加不到负三十五的柴油 我只能被迫加了负二十号的柴油 然后外边零下大概那天我记得是零下二十二三度吧 这么个温度 然后突然晚上这个暖风机就罢工了 然后我下去检查了一下 发现是他就是从油箱往外抽油的这个油管 很细 它是很细的一个管 这里边的柴油凝结了啊 凝结了以后他就抽不上油了 抽不上油以后 他的主机就停止工作了 啊这个是挺挺挺麻烦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我也我也就是跟朋友聊过 我自己也是想了想 朋友给我出的主意呢 就是第一肯定是加负三十五的柴油 这个是肯定是没问题 就是零下二十多度加负三十五的柴油 它是不会凝结的 然后呢第二就是把所有的管路 抽油的管路都缠上一种叫电半热的东西 就是它里边其实很简单 有有加热丝 然后通上电 它就会给这个东西加温 就不会让它柴油凝结在里边 然后 然后这个这是一个办法吧 啊就是这这两种办法 就是第一是做好保温 第二是加好 加这个加这个标号更低的这种柴油 温标更低的这种柴油 如果我们真的是被迫加不到柴油的话 那个电半热的那个东西还真的是非常的有用 现在我还没加 现在我还没加 我要如果再去冷的地方提前我一定要把它加好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然后其他的就基本上没有了 如果说以后我在使用过程中再遇到什么问题 我还会拍出来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问我的问题 也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 我们一起讨论这些 然后最后总结吧 大家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车型的暖气系统 然后安装使用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个真的是关乎性命的 一氧化碳警报器不可少 然后最好再装一个烟雾警报器 以免就是睡觉的时候发生那种微小的那种 比如说哪块被点着了什么的 也要装一个 好吧 那我这个今天说的比较乱啊 因为我鼻炎犯的严重 导致我头都有点疼 但是问这个问题的朋友比较多 所以我还是排了一期来讲这个 有什么说的比较没说到的地方 大家还是留言留言或者私信来跟我讨论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拜拜